还记得在先前的影片当中提到了KIMI生涯开端初期 那么这集就进入冰人生涯的下半集 如何在与老东家激烈对撞下问鼎最高荣耀 以及逐渐成为迷鹰霸主的下半场生涯 在06年赛季进行之际 征战来到第6年的KIMI 虽说得以屡次挑战胜场 距离世界冠军却走差那么一步 然而与此同时 Michael Schumacher在当年9月 赢下意大利战之后没多久便宣布将在季末退休 并在同一时间红军宣布 Schumacher退休后所控输的席次将会由KIMI接手 于是在2007赛季 KIMI转战红军大档Felipe Massa持续挑战冠军 与此同时 Maclaren招募了刚完成世界冠军二连霸的Fernando Alonso 同时拉提了刚在GP2屠杀四方后 获得拉提的超级新秀 未来第二位七届世界冠军Lewis Hamilton 就车辆竞争态势而言 Maclaren及红军分别搬出的MP4-22 及F2007赛车 打字季前测试就展现 与其他车队完全不同等级的速度 整个07年赛季真冠版图 大致上就是红军与Maclaren 两对四位车手之间的对决 当年的17场正赛胜场西属 有两对车手包走 两支车队在间谍门事件判决出炉前 就自称集团不断拉锯 在开季之后 两对之间的世界冠军之战 也就此吹响号角 Kimi在开幕战就拿下分战冠军 随后在大马级80都站上颁奖台 然而自西班牙战开始一路到美国战 连续四战无法以前三完赛 包含西班牙战发生车辆电子元件故障 因而退赛 积分不断被拉开一度来到26分 好在接下来的英国及法国两战 接拿下分战冠军维持竞争态势 结果在欧洲战又因为 抑压系统故障再度退赛 前十战之后Kimi落后领先的Hamilton 来到18分 不过自匈牙力战后Kimi稳住阵脚 六场正赛一二三名更拿下两次 在中国战受益于Hamilton 在近战时冲出赛道退赛后 夺胜保住一线生机 与Maclaren双雄以107比103比100 分别剩下三级七分落后进入年度最终战 2007年10月21日 07年F1赛季 移师巴西Interlago赛道进行年度最终战 排位阶段以第三起跑 仅次队友Master 及夺冠声势最大的Hamilton 起跑之后Kimi在第一时间成功超车Hamilton 爬上第二之后并一路跟住队友 Hamilton打算超车Alonzo时 却出现失误冲出赛道 随后出现难得的换挡失误 导致车辆慢行了近30秒之余 名次连掉 与此同时Kimi持续稳守第二 在第53圈最后一次近战换胎加油 出赛之后成功Overcut队友 并一路领先到最后 与此同时Alonzo仅拿下第三 Hamilton历经车辆掉速后一度爬回第五 未料在之后近战策略出错下 最终仅能以第七完赛 以为Kimi在最后一战一次反超Maclaren双雄 与两车手仅一分之差收下生涯首作世界冠军 话说当时Kimi冲陷的不到10秒前 第六名的Hidefell刚进最后一圈 这也难怪车队会如此信誓旦旦确定Kimi 以一分之差赢下世界冠军 然而在事后验车阶段 赛会发现包含Rossberg Kubitsa 及Hidefell车辆剩余的燃料有违规的嫌疑 倘若三位车手都遭判失格 Hamilton将会递捕第四成为史上首位新人世界冠军 当然事后赛会由于未有明确违规施政 而没有进一步判罚 Maclaren也为此提出上诉 但随后遭到驳回 意味赛事成绩确定 Kimi就在一连串争议落幕之后 正式成为F1史上第29位 以及红军至今最后一位获得世界冠军的车手 征战第七年中能迎接最高荣耀 在登顶世界冠军之后的08赛季 作为未免车手的Kimi 在当年大马及西班牙战接拿下分战冠军 但由于F2008赛车时长不稳定 欧洲战起到新加坡战为止连续四战积分挂零 让Kimi早早就退出了争贯的行列 同时无缘未免 隔一年09赛季 红军所搬出的F60赛车 估计是上一年烧掉太多研发经费 速度及稳定度严重不足 加上季中提前终止研发 红军很快就从争贯局势当中出局 不过仍靠着Kimi在比利时战拿下红军当年度的唯一一胜 然而这一年中车粉最印象深刻的是 莫过于在马来西亚站 由于正赛在第33圈遭逢暴雨搅局 赛会因此提前终止的比赛 当其余车手仍待在车上等候指令时 镜头带到已经换上变装的Kimi 正在车库内刻起冰棒 事后得知原来是车辆出现问题 因此赛事终止当下 Kimi以及车队便决定提前收工 一个技术问题却又多了一次记忆点十足的画面 依然是那个众人熟悉的Kimi 在09年赛季之后 Kimi决定暂时离开F1 同时红军运用合约中的买断条款 帮助Alonso开路 在接下来两年的时间内 Kimi先后参与WRC以及NASCAR 在WRC赛事当中还一度击败过 一代越野名将Sebastian Loeb 两年下来拿了59分级第五名的最佳名次 自Carlos Roitman之后 第二位得以在F1及WRC皆获得积分的车手 花了两年娱乐自己之后 在2011年11月29日 F1赛季刚结束没多久 雷诺车队在莲花延长 赞助合作改名Lotus F1 Team之际 确定将由Kimi回国搭档Roman Grosjean 参与2012赛季 与车队之间谈定了两年合约 及美德一分可获得5万欧的奖励条件 当然事后看回来 包含车队总监Garard Lopez 在内的行政阶层 大概都对此决定相当后悔 Lotus所搬出的E20赛车 受益于雷诺动力 以及Double DRS的加持 自继终开始反弹 比利时站在L Rouge及Radeon 近身超越Schumac的画面 证明Kimi就算离去两年实力 毫无退化 随后面对Schumac 时在Radio回应 成为Kimi的招牌金句 年度倒数第三站 遗失阿布达比 正在阶段排在第四发车的Kimi 起跑阶段就超车Mark Webber 及Pastor Maldonado爬上第二 接着领跑的Hamilton 在第19圈突然失去动力退赛 因而要上领先 下半场面对龙嫂不断进地下 在车队告知重要资讯之后 Kimi随后的Team Radio回应 比利时站的金句升级版 再次脱口而出 而Kimi看来也知道他的任务 在顶住龙嫂不断追击的压力之后 Kimi成功在Yas Marina 拿下重返F1的第一座分战冠军 在巴西风关雨战 又与Schumac再次上演W2W对决 让众家车粉梦回2000年初期的强者之争 整季20场正赛Kimi 搅出了零退赛的成绩 拿下207分站稳年度第三 仅次于Vetto及龙嫂 Kimi在12年的表现超乎车队预期 而在隔一年 Kimi在澳洲开幕战再次拿下分战冠军 E21赛车仍展现十足的竞争力 在当年参与的17场正赛 再拿下183分 在大牛及Vetto当道的2013赛季 排在年度第五 寂寞由于决定动手术 自疗自新加坡战之后出现的被伤 因而缺席最后两战 两年下来帮助联花车队拿下两胜 15次颁奖台及390分积分 意味车队除了基本薪资外 还必须付给Kimi高达1950万欧元的奖金 而如此天价的薪资 想当然对于车队造成财务上的负担 其实早在赛季进行之际 Kimi早因为车队付不出薪水 开始有所不满 一度扬言若车队没有办法付钱 就罢赛以示抗议 而在新加坡战之前 Kimi也对外证实将在14赛季重返 红军搭档老对手Alonso 同时坦诚转队原因 跟联花付不出薪水有关 而联花终于是在2014年底 将总计3500万欧的薪资 及奖金等付给了Kimi 整出劳资纠纷 算是到此告一段落 2013赛季结束过后 Kimi由于跟联花车队为钱闹得不开心 在红军的招手下 重返曾经问鼎最高荣耀的老东家 然而车队竞争力严重大不如前 红军受动力规则大改影响 导致用于14年赛季的F14T赛车 竞争力严重不足 Kimi仅有在比利时战 以当季最佳的第四名完赛 在15年赛季起 红军迎来了四届世界冠军 Sebastian Vettel 相对于较年轻且冲劲十足的Vettel Kimi的表现就相对暗淡了些 仍在红军接下来的四年当中 多次上演精彩表现 包含在18年意大利战排位赛 以0.4秒差距 打破由Montoya自04年起 一路保持的单圈平均车速记录 抢下岗位 以及在同一年的美国战 在正赛开跑阶段 就超车Hamilton要上领先 在53圈的正赛结束之后 收下生涯最后一次分战冠军 自01年进军F1以来 首位横跨V10、V8及V6 从自然进气到涡轮增压年代 皆有胜场记录的车手 顺势终结了自13年澳洲战以来 长达5年113场的胜畅荒 在红军最后一年以年度第三作收 随着自家培训的年轻车手 逐渐冒出头 在当年的意大利战结束没多久 Kimi确定将与Charles Leclerc交换位置 自19赛季重回生涯起始之地 早已改名为Alfred Romero的Saubert车队 搭档已不是新人的 意大利亚艘兽Antonio Giovinazzi 受到车辆竞争力不加影响 在19年赛季单场最佳成绩落在巴西战拿下第四 整年仅进账了43分 总排第12 2020赛季受到把阿利动力影响 整年成绩更加探底 仅拿下4分排在年度第16 不过也在这一年 Kimi陆续打破许多高悬已久的记录 在西班牙战突破龙骚所保持的行车距离记录 在纽柏林赛道举办的IFOL战 以第323次出赛超越Rubens Barrichello单一车手出赛场次最多 短期之内大概只剩下龙嫂能够持续推高记录 而除了场上的表现之外 Kimi在生涯最后几年以来 比较多的是跟车辆装备结下莫名恩怨 或是各种记忆性十足的Team Radio 而当时间来到2021赛季 早在祭出Kimi早已在年初计划退休 果然在比利时战后没多久 Kimi确定将在赛季结束之后高挂头盔退休 在阿布达比生涯最终站因为刹车异常 因而提前结束生涯 不过仍以42.8%票数当选生涯最后一次Driver of the Day 算是中家车粉送给Kimi的临别礼 自2001年生涯初起跑以来 19个赛季累计351次出赛349次起跑 拿下21次分战冠军103次颁奖台 合计1873分积分及07年替红军拿下车手世界冠军 一段属于Kimi独有的F1生涯终究还是走到了尽头 提到Kimi在场上的表现 身为F1少见的跳级新秀 打字加入F1那一刻就获得大量关注及招来不少的质疑 再让Denis选择拉提Kimi的当下 提Hightfell感到惋惜的车粉当然也不在少数 而Kimi在这之后也用了多次颁奖台成绩 最直接的方式打破众人的质疑 在极短时间内成为红军的头号对手 极为稳定且临危不乱 但真不能否认Kimi在生涯初期真的因为 Maclaren赛车及兵士动力稳定度欠佳 而丢了多拿一到两座世界冠军的机会 在转战红军之后 顶住四面而来的压力最终得以成功登顶 在Jean Todd执掌红军最后一年送上最珍贵的临别里 生涯唯一一座世界冠军 赢而多了不少意义 就生涯数据上来看 Kimi生涯初赛349场正赛 拿下21胜级103次颁奖台 胜场数的确少于Schumacher Vetzel或是Hamilton 但能在F1场上征战如此多年 全靠多年累积的经验及稳定性 完美诠释的合胃将一项兴趣发挥到淋漓尽致 当然撇开在赛道的成功以外 少不了的当然是Kimi在场下的各种奇闻意识 身为James Hunt的忠实粉丝 在07年开启之前一个星期 Kimi以James Hunt为代号 在芬兰赢下了雪上摩托车大赛 随后又乔装成金刚 以相同的代号参与了竞速快艇赛事 在12年摩纳哥战 更是复刻了当年James Hunt所使用的全黑色头盔 多少也透露出Kimi对于James Hunt的尊敬 除了对James Hunt的景仰之外 Kimi对于开趴同样十分热衷 除了先前提到的蒙地卡罗退赛游艇趴之外 在12年80战以第二完赛之后 到西班牙战之前三个星期的时间内连开了16天的派对 当中还因为喝过头弄伤自己而错过了车队的测试时程 在18年赛季结束后的年度奖项颁奖典礼 Kimi在醉酒之下上台参与领奖 上台时的摊手动作更成为车本间广为流传的迷因素材 而有所热衷自然也有所讨厌的事情 Kimi在自传的开头中就有提到 他最受不了别人抠他攻击划无为无为 或是被问一堆莫名其妙的问题 而这一个特色 多少也是Kimi在Team Radio当中各种不要别人理 以及接受媒体访问时通常都是一两句话解决的原因 最有名的一次莫过于06年巴西战前 被Martin Brando问及为何缺席 由巴西足球球星Pellet所主持的赛前受奖仪式 Kimi的回应简单又直接 直来直往的个性 时不时不按牌理出牌 一向厌倦场边无聊的花边消息 及过度的政治正确 莲花车队及McClaren前车队总监Eric Boullier 就形容Kimi是会为自己努力的人 前队友Vetto形容Kimi是为台面上冷冰冰 私底下对朋友很亲切的老朋友 当然在冰冷的外表之下 在社群长年以来也大量流传Kimi热心的一面 无可否认的是 在F1车手形象都比较轻的2000年初期 Kimi的特立独行多少也招来了不少争议 但时间一久后回来一看 历来的趣事反倒才最为人所回忆 黄提跟F1有关的社群 就连F1官方都三不五时整理 Kimi在场上的个人highlight让众人大笑不止 直来直往的个性让Kimi在社群发达的 今时今日全粉无数 说是改变近十年车手圈风气的关键人物 好像也不为过 纵使生涯不曾获得芬兰年度运动员 以Kimi的生涯成就 对众多车粉而言 Kimi早已是心目中的最佳运动员 那么这次 关于Kimi的介绍就到这边了 对于许多车粉而言 Kimi等于是从读书球学到出社会 在场上既熟悉又陌生的那位车手 当然即便冰人似乎也抵不过岁月更迭 2021赛季结束之际 似乎也意味一个美好旧时代的过去 2022年之后的F1将会是截然不同的面貌 对于Kimi生涯当中最值得回忆的时刻 也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 那就下部影片再见 拜拜 拜拜